硝烟的拳头紧握起来 一股杀意逐渐地弥漫周围 所有九一天的人 感受到硝烟的 这股杀意之气 直接是哆嗦了起来 就连神使都感到了一股危险气息 当即吓得直接跪下 向硝烟求饶 不要杀我们 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啊 硝烟的双眼 锁定眼前的三位神使 如今只要愿意 一巴掌就能拍死 这些序列神使力的神使 告诉我 天异神君现在在何处 虽然此前天异神君 带着他们 传送九一天和八一天 但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在何处 神君大人他 他在九一天的玄灵谷中 为了自保 这三位神使也是 直接出卖了天异神君的位置 这就是神性吗 还是说 这就是九一天神阁 本来的世界面目 知晓了天异神君的位置 硝烟则是对着三位神使怒喝一声 滚 好好 我们这就滚 见到终于逃过一劫后 三位神使立马屁股尿流的狼狈 逃窜而去 现场的那些人 看到这样的画面 直接都傻眼了 这眼前的黑袍男子 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实力如此强大 就连三位神使 都如此害怕他 见到三位神使已经离去 自己又打听到了天异神君的所在处 那么这次倒是要问清楚 为何要夺取天心主前辈的天心法身 为何获得招揽神会晋级成功 不应该享受神器联盟中的丰富资源 来提升自己的修炼吗 可现在硝烟觉得 事情已经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还有 天神山之仇 也一并加倍奉还给他 玄机 硝烟则是走到了那位女子的跟前 淡淡地笑了一下 虽然看不清面聚下硝烟的脸色 但对方能够感觉到 硝烟此刻没有刚刚那般冰冷 好些了没 那位女子催动着神力 在刚刚这段时间里 也已经将仙之九品的丹药药力 分解得差不多了 其脸色也没有了刚刚那般惨白 已经有所好转了 没什么大碍了 多谢公子相救 说着 女子便是起身攻身地感谢起来 甚至也被硝烟的丹药所震撼 对方能够给自己那么高级的丹药 想必对方的身份也极为的不简单 而且 像这样的高等级丹药 就连九玉天神君都不会拥有一颗 看着硝烟 那女子的神色 都是小心了谨慎了一些 生怕自己会得罪一位了不得的人物 或许硝烟看穿了女子心中的想法 当即洒脱的笑声 自她那面具下传出 哦 姑娘 不必那么拘谨 我也不是什么坏人 如果你要谢的话 我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不知能否可以告知一二 当然可以 公子请说 女子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毕竟人家救了自己一命 刚刚这些人 似乎想要你身上的天心法身 不瞒姑娘说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 她也拥有天心法身 之前招揽神会结束 她便来到了神奇联盟 如今看到 竟然哪有人要打我这朋友身上法身的主意 我自然也想知道一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萧嫣直接是把自己心中的想法 直接说了出来 她感觉得出来 眼前的女子并不坏 在九玉天这样的环境下 都能够保持善心 实属难得一见 公子的一个朋友 也是修炼天心法身的 女子惊异地看了看萧嫣轻声道 萧嫣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道 嗯 我那个朋友叫天心主 不知 还没等萧嫣把话说完 但女子直接是看到了一丝曙光一般 激动地惊呼起来 公子 你与天心主认识 她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拿遇到了一位天心主的朋友 萧嫣再次地点点头 得到萧嫣的回应后 女子也是将起因经过的一系列事情 都一一讲给了萧嫣 片刻之后 萧嫣的眉头 也逐渐地微皱起来 而知天心主 被八玉天神君看上了天心法身后 竟然以邀请她为由 前往八玉天 只是去了八玉天之后 才发现 这一切都是一个圈套 八玉天神君 自身也是修行法身为主 再一次前往九玉天的偶然间 看到天心主施展的天心法身 竟是如此的强大 就想要占为己有 她身为神君级别的人物 自然不可能会自己亲自去夺取 在骗天心主来八玉天之后 便是派出数十位神使 将围剿天心主 在自己的地盘上 怕是没有人敢说什么坏话 原本天心主在九玉天这期间 本来就发展得不错 也揭示了很多九玉天中的队友 结果就因为被八玉天神君 盯上天心法身后 一切都改变了 队友也与天心主疏远 直至现在 曾经关系不错的那些队友 现在都已经变得陌生 或许这就是现实的残酷吧 至此 天心主也经历这件事情后 她也不再相信任何人 她的心也变得十分的狠辣 出手都是块准狠 能够一招击杀对手 就不会与之纠缠 这也是天心主在九玉天中 所历练出来的成果吧 只有这样子 自己或许才能够在这充满 弱肉强食血腥的地方生存下来 而这位女子名叫素素 也是天心主所交的一个九玉天的队友 当时那些队友全部叛变 只有这位素素 依旧是站在天心主这边 天心主知晓 自己的法身 会被八玉天神君夺取 就提前将天心法身放在了我这里 让我好好保管 不能将其落入其他人的手中 但最后 在九玉天 以及八玉天的联手追查下 终于还是发现了素素身上的天心法身 直至今日 素素还差点被击杀 还好在关键时刻 硝烟出手相救 不过 素素却是认为 硝烟虽然很强大 可是毕竟这里是九玉天神格 自身的实力强 也不可能是神军的对手 天意神军实力 早已经是一名天卫神 八玉天神军的实力 更是达到了二重天卫神 这样的实力差距 让得素素想都不敢去想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硝烟的真正实力 究竟是何等的恐怖如斯 不管是九玉天神军 还是八玉天神军 在硝烟的眼中 就是两只随手都可以捏死的蚂蚁 当然 硝烟现在可不会将自己的真正实力发挥出来 毕竟这里 乃是人家的地盘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不该出手时 还是低调一些为好 既然如此 你为我带路吧 顺便解决掉天意神军 硝烟的语气非常平淡 仿佛就是丝毫不知道 天意神军的强大 充满着无比的自信 速速望着硝烟时 竟是有着一种无形的安全感 也不知道 对方是真的强大 还是无知 这只是速速脑海中的想法 但是 对方要去救出天心主 不管这是能不能成功 都准备要去试一试 毕竟 天心主对他闻言 在九玉天中 唯一真心相交的知心人了 在解决了这里的事情后 速速便是带着硝烟 赶往天意神军的所在住所 玄陵谷 从抵达玄陵谷 需要半日的时间 毕竟九玉天的地域非常之辽阔 硝烟在赶往的一路上 皆是看到一些人 在争夺什么东西 实力不济者 也是直接被击杀 虽然有惩罚 但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事情 只要有足够的神奇丹 就能摆平一切事情 想在九玉天生存下来 那是相当的残酷的 如果换作是当时的 自己在这里历练 怕也是会杀出一条条 通往更高玉天的道路出来 很快 硝烟在速速那 轻车熟路的带领下 在他们的正前方 矗立着一座座 巨大陡峭的山峰 在山峰之中 有着一个壮观无比的峡谷 而这里的峡谷中 还有着一座豪华的宫殿 建立于其中 硝烟在第一时间 便是感受到 这里的神渊之气 比起九玉天任何一处的区域 都要精准很多很多 原来这就是神君的待遇 外面的那些人 争夺资源残酷无比 只有神君在享受 那些人梦想中的生活 以及那丰富资源 全部是他所有 天异神君的住所 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了 硝烟的脸上 依旧挂着冷笑 地旁的素素健壮 心想着 眼前的男子 真的可以有把握 击败九玉天神君 这里已经是 九玉天神君的所在地了 周围还有很多 护卫强者把守 小心点不要被发现了 素素的话音一落 硝烟直接身影一动 大摇大摆地 进入了玄陵谷中 素素直接有些 不解硝烟的做法 不过为了救出天心主 也只好硬着头皮 跟在硝烟的身后 穿梭这几座山峰之后 硝烟的身影 便是已经出现在了 玄陵谷的上空 俯视着这里的景色 倒是与外面截然有点不同 外面的天空是血红色的 而这里的天空一片蔚蓝 阳光明媚 云彩在空中飘荡着 像是一朵朵盛开的白花 奇异的光芒笼罩着大地 一缕缕精纯的神渊之气 在空气中漂浮 仿佛将这里的一切 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滑 这九玉天中 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神君的居所就是不同 身份地位显而易见了 然而就在硝烟 进入玄陵谷不久 下方的一处悬崖边 一位陌生的男子 手握法杖 望着硝烟这边的方向 他的眼中闪烁着警惕之色 随着他的法杖轻轻一挥 天空中竟是直接出现了一道裂缝 下一刻 在裂缝中 却是涌现出了一道道 身着奇异服装的数十位身影 什么人 竟然擅闯玄陵谷 速速退去 出现的这数十位身影 直接立合道 他们都是玄陵谷的看守者 实力也早已经超越了第一序猎神 有着一重天卫神的实力 只不过 他们的实力 只是一重天卫神初期 但是 这样的阵容 对于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事件 那就是一场绝望的毁灭 我来此处 就是找天翼神君 你们不想死的话 就给我退开 不然 死 萧炎的语气很轻 但是却相当有震慑力 放屁 真是不知道 哪里冒出来的臭小子 既然你想找死 那么就 刚刚那位拿法杖的男子 还没把话说完 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 直接对准其身 笼罩而下 顿时间 那位男子 直接被压制出了严重的内伤 这 这股力量 就算是他们的天翼神君大人 都没能做得到啊 你究竟是谁 见到对方的可怕实力后 刚刚那数十位身影之人的态度 也微微转变 而一旁的素素 早已经看傻了眼 刚刚还没看到萧炎出手 仅仅是一道威压 就将那名一重天神的看守者 激出内伤 这也太可怕了吧 重复的话 我不想说第二遍 不然 下一个就轮到你们了 那数十位看守者 见对方来者不善 而且 其实力足以轻松地碾压他们这些人 就算反抗 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倒不如先退一步 让天翼神君大人亲自对付他 你要找神君大人 他现在正在宫殿中 你如果要去找的话 就去宫殿 闻言 萧炎的目光 直接是俯视着下方的巨大宫殿上 天翼神君就在里面吗 萧炎拳头微微一握 一股杀气顿时间 弥漫整个玄灵谷 恐怖的气息 直接让得数十位看守者 身体不断地颤抖 生怕被萧炎一掌给拍死 萧炎的目光 已经锁定了下方的宫殿 强大的神魂力量 已经开始对其探测 不知道现在的天翼神君 在见到自己时 会是何种的表情 一双漆黑毛子 在黑色面具之下 从下方的一座座高大宫殿上扫过 脖子中有着一丝冰冷之色 对于当年天翼神君对自己所做的事 他自然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就决定 日后一定要抱天神山之仇 如今 萧炎也成长到了五重天卫 神巅峰的强大地步 小小天翼神君 在萧炎的眼中 已经算不得什么强大存在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有些期待了 萧炎的嘴角微先 脸上带着一抹从容之色 就在萧炎室 放出强大的神魂力量探查出来时 正在二人说话之时 又有着术师来到强悍的身影 迅速从下方的各个宫殿中爆略而来 不过树西便出现在天际上 而后将萧炎和素素二人层层围住 你们是何人 为何擅闯玄灵谷 一位为首的男子 瑞丽的目光 盯着萧炎和素素二人 陈生问道 这位男子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一重天卫神后期 也是仅次于天翼神君的存在 可就算如此 辞了的他 却看不出这眼前这位黑袍男子的实力 让他感到有些心惊